另外有贵妇版肖强封号的吕雅慧 他因为投资纠纷跟媒体人李冠义对簿公堂 而昨天则传出窝里反了 原来是吕雅慧的老公陈学良的哥哥 在吕雅慧的脸书上指控弟媳 称他在天使脸口下有不为人知的丑陋面 不欢不忙走入法庭留着一头亮咖啡色头发 他是名媛吕雅慧 今年六月才为了和杂志发行人李冠义的投资纠纷出庭 现在又传出遭到丈夫陈学良的哥哥 在网络上指控他涉嫌诈骗 这名男子自称是刘雅慧丈夫的哥哥 po文指控刘雅慧夫妻诈骗2000多万赚表和金钱 而且在谎言被揭穿后 竟然很冷静地假扮天使贵妇 直接表明他拥有天使联控却有丑陋的内心 而这篇网络po文在时尚界疯狂转载 目前双方都还没出面 有贵妇版肖强封号的吕雅慧 因为伪造户籍腾本和李冠义对不公堂 目前官司还在审理中 没想到丈夫的哥哥先在网络上告状 负面消息再上新闻版面 传出吕雅慧夫妻将开记者会说明一切 专讯台北综合报道